白森叫車車尾被高速撞擊 嚴重擠壓變形 後座兩名乘客受困在裡頭 傷勢嚴重 加幫隊員到場使用破壞器材 撐開救援空間 緊急把後座一男一女送上救護車 希望火急因為兩個人都在強大撞擊下 沒了生命跡象 有機場 有機場 喔 意外現場就在國道一號 北上彰化往台中路段 晚間10點多 謝謝女子開車載著朋友 一車四人 因為車輛爆胎 緊急停靠在內側車道 被後方休旅車撞上後 第三輛轎車又反應不及 再從後面追撞休旅車 檢方表示車禍現場撞擊力道猛烈 不但車尾嚴重擠壓 後座的乘客良性女子流行男子 也因為頸部嚴重傷勢 送醫後仍然宣告不治 而白色轎車駕駛跟前座乘客 兩個人同樣頸部受傷 休旅車駕駛則是臉部擦傷送醫治療 上部車輛的駕駛都沒有酒駕的機器 警方表示小客車上一車四人 原本從台南工作完要回台中路上 爆胎後停靠在內側 引發連環追撞事故 究竟是爆胎意外後 就有被追撞 還是後方車輛沒有注意前方事故 警方也將透過行車畫面 釐清造勢原因 TV新聞陳志忠 彰化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